各位观众听众网友大家好 今天是2019年4月2号星期二 昨天4月1号 中国国家主席习近平在北京会见了到访的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在会见中 习近平一开口就说了这么一句话 他说对前不久新西兰所发生的枪击事件表示慰问 他指的是3月15号在新西兰基督城 有一位自称白人至上主义者的凶手枪手 袭击两座清真寺开枪 杀害了50名穆斯林人 另外50人受伤 这个事件轰动新西兰也轰动世界 那么这位凶手被警方制服逮捕 现在正在受审的过程中 那么这位习近平说了这个话之后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在回答的时候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像前不久中国发生的江苏省祥水县大爆炸伤亡者表示慰问 他指的是发生在3月21号江苏省严城市祥水县 陈家港天江泥化工厂的大爆炸 死伤无数 中国政府的公布是死亡78人 受伤600多人 那么民间的估计更多 因为形成了这个三级地任巨大十几公里的冲击波 还有这个120米直径的这个巨坑 都可以说明这个死伤的人数 这个完全没有如官方所统计的那样 应该说是要大得多 所以这个死伤人数远超新西兰恐怖袭击所发生的这个死伤人数 那么我想新西兰总理这个回答足以让习近平感到尴尬 因为这两件事情放在一起 也可以做其他很多的对照 因为在新西兰发生这件事情之后呢 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第二天就会同副总理 还有其他反对党领导人赶到这个事故的现场基督城 问问当地的民众 并且是去探望这里的那里的伊斯兰难民点 还在这个受害者的这个学校发表演讲 在一个场合 这个阿德恩为了表示对穆斯林这个族裔的支持 还特意穿上了类似伊斯兰的这么一个这样的装饰性的服装 然后之后呢就尽快通过这个立法 要在新西兰对枪械进行更严厉的管理和控制 而从3月45日到现在 新西兰整个上下的头版头条的新闻 基本上都是这个事件 就是315这个重大的枪击案 然后这个政府的处理也都是围绕 危机处理都围绕这方面进行 而这个阿德恩当时宣布那一天 是新西兰历史上最黑暗的一天 那么这个同时呢 这个举行全国性的哀悼 反观中国这边发生了江苏省 这个降水县这样的大爆炸惊天动地的大爆炸 死伤震击 这个死伤这么多人 但是中国政府仅仅是轻描淡写 在报道中 官方媒体的报道轻描淡写 放到非常吃药的位置 然后习近平照样出访 然后总书记习近平总理李克强和副总理韩正 仅仅是发了一个批示表示调查处理 之后这个没有任何的党和国家领导人到场 习近平本人更没有到场 也没有缩短或者是取消他的外访行程 之后呢这个中共的重点都在头版头条 完全是关于习近平的行踪或者是京剧 然后习近平回到国内 他的工作重点也是加强党内整党 高层的路线斗争权力斗争 注意力 然后对这个降水线的这个大爆炸 完全没有说一句话 会做一个姿势 也没有到当地去视察 所以这样的对照 从国家领导人的作为和这个媒体的处理 可以说形成一个中国跟新西兰巨大的对照 这就是两冲制度的对照 专制于民主 民主 野蛮与文明这种巨大的落差 所以这两句话 可以说习近平这两句话 习近平对阿德恩说的话 和阿德恩回应的这句话 可以说是场面应该说相当的感到尴尬 中方的与会者应该是做到心中有数 当然我想习近平也好 中方的高官也好 那这个应该说 用一句俗话说 脸皮厚的比城墙导管还要厚 完全可以强制镇定 像没事一样的就淡淡化过 当然对他们没有想到的是 当习近平说了一句 对新西兰这个枪击事件表示慰问的事 没有想到这位年轻的女总理回应是对中国的大爆炸也表示慰问 说这恐怕是中方没有想到的 心里想我这么的压缩这个报道 这么的奇妙淡写领导人也不去 你们新西兰总理是怎么知道的 而且还对等的提出来 而的确中方这个事件的死伤人数远大米新西兰这个事件 处理的方式低调 由于远 远低于新西兰的这个方面 其实说到这里 说到爆炸事件 其实就在习近平会见新西兰总理的当天 4月1号 中国又发生两起爆炸 一起在上海宝山区一个仓库爆炸起火 浓烟滚滚 仓库的房顶被炸穿 死伤人数还没有报道出来 那么另外在安徽省马鞍山市4月1号的下午 一个化工厂也发生爆炸 也是大火从天浓烟滚滚 死伤人数也是没有建筑影报端不详 不知道有没有死伤 事实上在3月份 我昨天讲了说3月下行10天有4年爆 4次大爆炸 但事实上根据这个仔细的统计 还有网友网民提供的资料实际上更多 可以补充更多 比如说3月22号 在湖南省在长沙至长德的高速公路上 一辆客车爆炸起火 当时就死亡26人28人受伤 原因据说是有人携带违禁的 易燃易暴物品上车造成的 但是实际上是不能排除 有人为的蓄意的攻击 这种事态 因为就在几天之后 3月28号在沈阳市公安局门口就发生了自杀炸弹式攻击 一死三伤 两名警察被炸伤 一名路人被炸伤 这位有冤情的 这位访民自己引爆了自己身上的爆炸装置 然后是当场自杀身亡 所以是一个自杀性攻击 所以不能排除在湖南长沙长德的路上所发生的 就不是一种攻击事件 有官方是毁磨如生 轻描淡洗的过去 甚至于很多人都不知道 这个重大的死伤 26人死亡 28人受伤 在3月23日在云南省的大理地区 有一间化工厂 有一间应该是建筑工地 也发生了天然气泄露的爆炸 造成了35伤 那么在3月30日在河南省的桑丘市 突然卷起龙卷风 发生龙卷风 结果在一个玩蹦蹦床的游乐床 有小孩和大人20多人受伤 18名小孩两名大人至少受伤 所以这个事件发生的时候 龙卷风突然且 所以两名小孩甚至被刮到了半空中 然后摔下 现场是一片混乱 人们惊叫奔走 再接下来 这个也是一个不小的事件 就是月底3月31日 在四川省梁山州 牧里县发生森林大火 实际上森林大火是头一天 30日就发生了 那么31日就有各地的消防队员去扑灭大火 就在灭火的过程中突然风向改变 结果消防队员被巨大的火球所吞噬 开始官方公布的30名消防队员10年 结果后来承认这30名消防队员全部遇难 也就是全部死亡30个人 这些什么30个人死亡26个人死亡 这些消息在其他像民主与法治的国家 那都是头版头条重大消息 那这个国家领导人 国家最高领导人都要第一时间 恢复这些现场去视察 去慰问 去组织救援 但是在中国那边几乎找不到报道 在主要的报纸上 比如说环球时报 人民日报 新华社等等 你几乎找不到报道 然后在有些网站上找到一些报道 或者事故发生几天之后 在主要官方媒体有一些非常小的标题 报道一下 非常的轻描担心 以至于国内很多人都不知道 3月份发生了这么多的爆炸事件 大火等等 4月1日一开始就接连又爆 继续的这个爆炸不停 这就是当今的中国 如果说究竟发生了什么 可以做很多解读 有的时候这个化工厂 压低成本经济不景气 压低成本忽视安全导致爆炸 也有的时候一些人为的不满 导致了这个社会不稳 有很多报复事件发生 还有说可能是因为权力官场的权力斗争 互相报复 组织了一些爆炸事件 就跟天津大爆炸的朴素迷离一样 这个江苏的大爆炸也是朴素迷离 天津大爆炸当时有国家 安全资料什么监督管理总局的局长 杨栋梁很快这个被这个拉下 投入秦城监狱 那么跟政治案件背后的政治动作 一些政变或者是 这个有理不利于高层的动作是否有关 中方是官方是毁莫如生 而且后来不久天津市的代市长 这个市长这个黄兴国也是这样子落了马 正是江苏省过程中 至今还有一个人下落不明 就是英籍管理部部长王玉浦至今下落不明 不知道这个人在哪里 将来官方怎么公布他的下落 大家可以拭目以待 总之整个中国东西南北中可以说是炸个不停 烧个不停 但是中共高层是忙于搞政治学习 搞政治斗争 搞党的建设 搞这个这个加强党的领导 党领导一切 整个中共高层 自从习近平从欧洲一回来 就关在纵南海里面集体学习 这个死即应备 所谓四字经 在所谓三朝元老 三代国师王沪宁的调教下 这些政治局委员们 政治局常委们 包括这个什么国家主义 习近平总理李克强等人 都像小学生一样 坐着围着一个桌子 学四字经 学什么这个 四个意识 四个自信 四个全面 四个坚持 死即应备 高声朗诵 大声一会大声朗诵 一会小声诵读四字经 然后对这个国家大使人民的这个安危 生死不闻不闻 完全是不闻不闻 再说到这次新西兰总理访问中国 其实本身有一个背景和插曲 就是这个新西兰总理早就订了访问中国 这个行访问的是一拖再拖 但是到了后来就基本确定了 是这个4月1号到访 但是由于新西兰发生了3月15号这个枪击案 这个总理就宣布他的很多外访都缩短 比如中国的行程原来是三天 至少三天要访问三座城市 最后他宣布缩短为一天 在24小时之内结束 而且跟中方的领导人的会谈 比如说跟总理李克强的会谈也压缩在一小时结束 所以这个都是完全考虑到了国内枪击案的重大性 要继续围绕这个重大的危机进行处理 但是习近平在欧洲访问 江苏发生大爆炸同一天 不仅没有缩短访问 没有取消访问 继续悠哉悠哉 访问了三个国家才回到国内 哪怕身体一蹶一蹶的 给人感觉腿部出了问题 身体不佳 欠安 但是都没有提前回到国内 回到国内之后 也对江苏省大爆炸不闻不问 对发生在全国各地的大爆炸不闻不问 完全一头扎入高层的权力斗争 继续去巩固自己的政治路线 极左路线或者是权位 在王沪宁的煽动和窜动下 所以这种对照都是非常巨大的 而这位新西兰总理是一个80后 是新西兰历史上第三任的女总理 也是最年轻的总理之一 她上任的时候是抱着一个婴儿参加国际大会 那么这位女总理跟以前的前总理很不一样 实际上在国际上描述也是反中反共而著称 强硬的对待中国而著称 前面有一个女总理是亲共亲中 被说成是出卖新西兰利益 而卸任之后还担任什么中心双方的一些混货委员会的 什么董事或者董事长 以至于中共后来的英文的中国时报 能够编出一个什么专访前总理的文章 搞成新西兰内部渲染大波 这个昨天我已经提到了 那么这次这个新总理就完全不一样 这个阿德恩 以这个对中共强势而著称 他在去年 新西兰政府在去年8月份的时候宣布 中共在南太平洋的这些活动 具有侵略性和挑衅性 给这个地区带来安全的严重的威胁 新西兰要加入这个像澳大利亚 和其他南太平洋的国家的安全防线 共同阻击中共 这个中共可以说当头一棒 到了11月 新西兰政府宣布 由于情报部门的发现 中国的华为公司 存在重大的安全隐患 有间谍嫌疑 因此决定 禁止华为在新西兰搞所谓的5G建设 这是最早宣布抵制中国华为公司的国家之一 跟澳大利亚一样 而新西兰本身是五眼国家联盟 五眼国家就五个英文国家 美国 加拿大 新西兰 澳大利亚和英国 这个五眼国家 五个英文国家 他们有一个五眼联盟 就是分享情报 加强防务 在民主这些普世价值上构成一个防线 尤其现在是共同对付中共 所以新西兰总理访问中国 这次访问中国是一个定了很久 而且是一拖再拖的访问 但是中方在官方媒体中描述成什么 说新西兰的女总理修补中心关系 又说是向中国靠拢等等说了这些话 然后还说新西兰总理访问的时候 在中方提出华为公司的问题的时候 这位新西兰的总理表示 新西兰对任何公司都没有偏见一视同仁中立 中方就解读成对华为公司网开一遍 其实这个话任何民主和法治国家都会这么说 对本土的公司 对外国的公司 对这个国家那个国家的公司都不会有偏见 都是以中立的客观的态度去处理 但是他没有所处理的一句话 是任何外国公司也好 本地公司也好 如果有间谍行为 而且有安全隐患 给这个国家带来的安全隐患 绝对不在什么叫做公平对待的行列 跟公平对待毫无关系 那是受到了进攻 所以中方就炒作为好像 新西兰要对华为松口 其实完全不是那么回事 就在中方炒作这个话题的同时 这个华为公司继续路线出丑出洋相 除了英国的这个安全部门宣布 华为产品存在重大安全隐患 是前两天的宣布 这个就打破了中共以为英国会使用华为产品的这么一个说法 另外接下来就在昨天美国的微软公司发现 华为的产品手机的确存在后门 华为一直否认他的产品 他的手机存在这个开后门的问题 有后门的问题 他因为实际上国内的消费者说 他的后门是开放 每72小时 把这个消费者的数据输送到 中共的这个国家安全部的一个大数据中心 华为一直对此予以否认 但是美国的微软公司通过测试发现的确如此 那微软公司通过一个很客气的口气通知华为公司 说你们存在着设计缺陷 所以说这个后门打开 存在安全隐患 华为公司也厚着脸皮的回答说 感谢微软公司的提醒 要去修补这个安全漏洞 这是华为公司的回答 事实上这个就等于承认了 过去说没有后门 现在承认开了后门 就好像以前在英国 英国说英国去年发生的安全隐患的时候 然后这个华为对英国和其他欧洲国家表示 说在未来5年 5年之内要投资20亿美元 去改善华为公司的安全系统问题 结果这次英国的这个 研究报告发现 华为有重大的安全隐患的同时 说了一句话 所以以前 华为所承担 承诺的所谓 安全改进 根本没有任何实质性的进展 也就是说流域空话 这就跟 中共当局中国政府一样 说的话等于是流域空话 背心歧义 前后不一 说这是华为公司 就在新西兰总理访问北京的时候 所发生的这些 丑闻 这些继续路仇路线这些事情在国际上 那么再说到 回头再说这个 中心关系和习近平跟新西兰总理阿德恩的会见 其实呢 这一问一答 开头的两句话 足以构成 我说足以构成习近平的尴尬 那接下来呢 其实 恐怕他们应该的对打是什么呢 我们可以设想一想 习近平恐怕应该是这样来问 新西兰总理 他说 这个 阿总理 我就不理解 你们这个新西兰国家是怎么了 发生了这么一个 50人死亡的事件 然后就所有的报纸头版头条 一直到现在都不停下来 然后你们领导人就围着这个事情转 又去当地视察 又去慰问难民 又去到处讲话 又布置救援 还要修改法律 来 我这个 执枪剑 所以你看你这么累 我们就不需要这么干 我们打合领导人 该干什么干什么 这个爆炸了就爆炸了 起火了就起火了 人员死亡了就死亡了 你看我到国外去访问 行程也不缩短 你还要这个缩短对我们 这个中国的访问 你说究竟是中心关系重要呢 还是这个五十个人命重要 他我对你们的国家是非常不理解 所以习近平说了这番话 恐怕这位新西兰总理阿德恩 就会 这个张口结舌 不知道如何回答了 我想阿德恩可能就反过来 应该这么说一句话 说习主席 我不太理解是 当我们新西兰发生了这个 这个白人智商主义者的 这个恐怖攻击的时候 这位叫做塔兰格的凶手 枪手 说了这么一句话 说 就这个社会和政治价值而言 中国是他最认同的国家 他因为中国消灭了一百万的穆斯林 他说这个话 不知道习主席阁下有何见识呢 有何见识 这会恐怕轮到习近平张口结舌 说不出话来了 好 我今天就暂时讲到这里 谢谢大家收看收听 再见